男人到前台结账 发现钱包比脸都干净 翻来覆去只找到一张今天刚买的彩票 女人看出了她的无奈 便让她明天来补上 男人心里过意不去 答应她只要中奖就会分她一半 女人听到后也只当一个笑话 可谁都没想到 晚上她就真的中了头奖 奖金一共四百万 女友差点高兴到原地起飞 平复了心情后 正考虑这些钱应该怎样分配呢 杰克不知可否地将今天许诺服务员的事情说了出来 女友让她违背这个承诺 毕竟这可是整整二百万 可杰克并不打算毁约 两人因此大吵了一架 最终他们达成共识 决定撒谎只中了五千块 再次来到餐馆 正要将准备好的钱给她 路西就被客人喊走 明明很好很耐心的服务 却还要被刻薄的老板罚款 杰克看到这些心中有了别的想法 给了路西两个选择 第一是昨天双倍的结账钱 第二就是彩票的一半 她只当是杰克开的玩笑 于是配合地选择了后者 她将准备好的两千五百块重新装进了口袋 随后告诉了她中奖的事情 路西刚开始有些不幸 可看杰克表情真诚不像在骗人 于是再三做了确认 最后她终于相信了这个近乎梦幻的事实 请了餐馆所有人吃冰激凌 冷静下来后 路西吞吞吐吐的想要拒绝 毕竟无功不受禄 她什么也没做 最后她还是没有办法抵抗这二百万的用户 因为就在不久前 路西就已经被宣告了破产 只因为她那不争气的男友 用她的信息借了很多钱 杰克的女友在听到这个结果后 免不了的又吵了一架 到了颁奖现场 面对大批的记者 女友也只能强行压下心中的怒火 不久后 杰克分一半奖金给女服务员的事情传开 路西那已经跑路的男友打来电话想要复合 还装作一副没有看过报纸的样子 吃一欠掌一掷 路西硬气的拒绝了她 杰克这边就不好过了 不但无时无刻要被女友吐槽分奖金的事情 两人的感情也出现了问题 感谢观看